神车到底该怎么买 什么车要专门打飞滴来日本买 这两年车都便宜 很多朋友应该也都朝底买车了 但大家知道超跑到底应该怎么买吗 而且不是那种出现在展厅里面 你刷卡等车就能开走的超跑 我们在网上够够 是那种全球限量几百台 甚至出现在各种拍卖会上 连迪拜大哥都要靠抢的超跑 我们俗称神车 大家最近应该在网上看到过 一些麦凯伦WE的静态体验 但好像从来没有人给你们拍过 那台车应该怎么买吧 我直接来日本准备散财了兄弟们 看见没有 一会儿再带大家看看你们的车 我先带你们走一下选配的流程 当然看之前最重要的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加转发 兄弟们 我可是自费来日本带你们沉浸时买车的 你们不用花钱帮我投俩币就行了 那兄弟们一会儿就是英国这个人们来帮我配车 你觉得你最喜欢的 哦 这个 超级 红色 这总是很棒 对不对 葡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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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 它有绿色的 另一个颜色的颜色是这个颜色 对不对 你还有红色吗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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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颜色非常好 这是一个紫色 然后在特定的光线条件下 你看这样就是紫色 而这样看又是蓝色 我可以选择多少颜色 我直接拿这个色盘找他们 他们会帮你调出你想要的那个颜色 哦 我可以看看轮盘吗 谢谢 这是所有轮圈的造型颜色 包括木团的材质 这些都是铝合金的轮圈 然后这个是鎂合金的轮圈 超轻量化 这些是内饰金属部分你可以选择的颜色 包括空调的环形出风口 包括座椅后面一圈的金属 你都可以选择这些颜色 然后这些是内饰缝线可以选择颜色 当然这还不是全部的颜色 如果你有更个性化的需求 在电脑里面也可以实现 然后这是WE专属的一个叫Internet 这也是麦凯伦最新的一种科技的材料 非常棒 然后这些都是目前你可以选的这种材质的颜色 然后实际的触感 它其实有点像织武器是非常人的 It's very soft right Very soft Amazing Thank you 但如果你说不想要这种材料 我还想要真皮上面也提供了这么多丰富的 内饰真皮材料颜色可以选择 还有比较传统的Alcantaro的棉料也可以选择 然后咱们内饰外观通通给它搞一顿 给它上上强度上上难度 看看最后配成一个什么样子 不过咱们配置这个过程属于商业机密 这肯定就不让拍摄了 一会咱们配完直接带你们看一下实车 到底是个什么感觉 好车咱们是选完了 操作完一通 这老外直接被我给搞懵了 那也得带你们看看实车到底怎么样对吧 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你没有在其他车上面进到能这样子向后神场的尾一吧 这尾一好 特别大 还能自动往后延伸300毫米 坐餐桌特别合适 还是电动的 好了 玩归玩闹归闹 车还是要好好看的 所以给麦凯伦十年的时间 P1之后又一台神车 麦凯伦W1 它到底怎么样 它到底神在哪里 走来跟我陈进士体验一下 首先我觉得麦凯伦在这台车上面的理念 就是把一台P1直接拿上路的感觉 麦凯伦把很多P1上面的空气动力学设计下放到了这台车上 在赛道模式下 前部降低37毫米 后部降低17毫米 尾一主动伸长300毫米 以达到最佳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P1上面有一个叫地效的概念 这台车它也有 所以一个不错自保险的光子 整个Shiradio的 它的下压力最大可以达到整整一吨 全新的4.0TB 双轮载发动机 红线转速9200 转光发动机最大马力 928马力 配合347马力的电动机 总功率1275马力 而且所有的动力 都是直接输出北后鱼 它不是四驱 它是纯后驱 很极致很纯粹 所以麦凯伦在这台车上的概念 还是要轻量化 没错四驱可以更快 但是不够极致 所以它的车重 干重1399公斤 马力推重比911马力每吨 这么强的动力 加速有多恐怖 0-200公里每小时 5.8秒 0-300公里每小时 12.7秒 是不是比很多车 0-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还要快 这台车现在0-300的速度 是比麦凯伦Speed Tail还要快的 而圈速是比麦凯伦赛纳 在相同的赛道条件下 还要再快3秒的 名副骑士的最俗马卡 在这台W1上面 你能体验什么叫贴地飞行啊兄弟 跟我一起看一下 空气是怎么在这台车上流动的 从前进去 然后这出来 这里的空气从车身两侧去走 这边侧面进气壳的造型 是不是很像F1赛车的侧箱 顶部这个像飞碟一样 小光是为了把气流更好的 导入到后面的尾翼 所以空气直接从这 往后走 而这个小突起是天线 我们探讨刹车 这些肯定都是标配了 然后专门有两个小洞 可以看到里面 推杆式悬架的结构 这可以说是属于男人的浪漫吧 哇兄弟们 从这个角度看这台W1 真的是一台极致的艺术品 太帅了 第一视角给大家体验一下内饰啊 你看这门开启方式足足尊贵吧 欧易门 这在外面把这小门一开 这吸睛指数绝对爆表好吗 现在这台麦凯伦W1 它内饰为了极致的清凉化 它的整个座舱 都是直接固定在 单体壳的碳行位座舱里面的 所以座椅是不能前后移动的 那有朋友要问了 我要调整坐姿该怎么办呢 整个脚踏和方向盘 是可以前后移动上下调节的 找到你最适合的驾驶姿势 如果你要放东西 把头准翻下来 整个后面的座舱 就是你的储物空间 驾驶模式调节的按钮材质 也会和麦凯伦现有车型 有一个区别 更加尊贵一些 启动键换挡键都在顶上 这感觉就像开飞机一样 方向盘上两个按键 Boost和Aero 按下Aero之后 你的尾翼就自动往后 伸300毫米了 调整到最佳的新的模式 这一块 就是超跑的全景天窗 所以现在你坐这台车上 是可以真的体验到 人 车 合一的感觉 好了兄弟们 看过这台AWE的实车 觉得它帅不帅呢 在弹幕上给我打个分 1到5分 你打几分 车看完 我告诉他们我想买 被赶出来了 说全球限量399台 200万英镑起 你看到这车的时候 早就已经全部都被订完了 我前面这个也选 那个也选 最后一顿操作 选出来一台720的钱 来 说好带你们看一下 全新麦凯伦WE的 咱们说到做到了 但最后没得买成车 对不起 不过还是帮大家 打听到了很多消息 首先这台麦凯伦WE 全球限量399台 国内的配额 两位数 买它的条件 首先你得是麦凯伦的VVIP大客户 其次你也得是这种 超跑车型的爱好者和收藏家 你得爱超跑 那我对超跑的爱可能是有了 但麦凯伦的车 可能还差那么几台 当你有购买资格之后 打个飞滴 直接来日本配车 而且这次麦凯伦WE 卖的配额 都是可以合法上路的 新三神 现在麦凯伦和法拉利 都已经出招了 就差保时捷 看他该如何应对了 期待一下好不好 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 所有内容了 带你做车主系列 如果大家还感兴趣的话 点点赞 点点关注 之后大家还想看我 带你们沉浸式 去体验 哪个品牌的车型怎么买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那我是灰小菜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